先会爱自己,再去爱别人,欢迎收听阅读查方,联系到苏怀已经是第二天的事了。 早上十一点,他终于接起了电话,手机里传来他刚睡醒的声音。 喂,哪位,听着那迷迷糊糊的声音,我还以为是自己输错了号码。 苏怀的生活和大多数人以为的自律精英一模一样,我们结婚五年,他赖床这件事出现的次数屈指可数。 不过听见他的声音就够了,悬着的心在这一刻终于有了归处,车祸的害怕和委屈一并袭来,我说话的声音不自主带上了一丝哭腔。 是我,林宇。 老婆,你怎么用别人的手机给我打电话,听见我的名字后,他显然清醒了很多,可紧跟在他之后的那娇滴滴的声音却让我如遭雷劈,脑子混成一团。 谁呀,一大早来电话,让人睡不睡了,这句话让电话两头都陷入了沉默,连空气似乎都凝结起来。 过了不知多久,我才从混沌的状态中清醒了一些,从嗓子眼里异常艰难蹦出这几个字。 我出车祸了,现在在南府医院,你过来一趟吧。 把那个女人也带上,苏怀在下午十分才姗姗来迟,身后跟着一个明艳活泼的女孩。 她穿着一身僵黄色的连衣裙,像一朵向日葵,也像一道阳光刺入灰暗的病房。 苏怀的西装,踢在她娇小的身躯上,女孩一副领导视察的样子抱着胳膊打亮四周。 小鹿般的眼睛转来转去,等转到我身上时,她先看了眼我上加板的腿,又瞥向满腹疑惑到蒙圈的我。 这不好好的吗?电话一个接一个的,还以为多大的事呢? 她嘟着纯抱怨,圆嘟嘟的脸蛋鼓了起来。 如果不是那话里的恶意太过明显,任谁也不会讨厌这样一个女孩。 我当时就冷下脸,骂人的话还没吐出去,苏怀先一步开口,好了,别乱说话。 过来坐,不是说累了吗?先休息一会,她神色坦然地把病房里唯一一把椅子推向女孩,没有一丝被撞破奸情的尴尬与窘迫。 不过女孩明显并不领情,反而眼眶里蓄起了泪水,铁着嘴说,你天心,我说一句怎么了? 她狠狠拽下身上的西服扔地上,转身夺门而出,病房门砸在墙上发出巨大的声响,走廊里传来护士生气的声音。 医院里动作小点,摔东西回你家摔去,苏怀身形随着女孩而动,明显是想要追出去。 我没有出生,想看看她能为那个女孩做到什么程度,可不知是什么让她良心发现,想起我的存在,急匆匆地脚步在门口停下。 从背影,我能看出她的犹豫,不知道她经过怎样的思想斗争,最后还是转身回了病房,坐在椅子上。 而她开口第一句话是,这医院里的护士脾气太差了,一会我给你办转院。 被子下的双手不自觉地握紧,心里的酸楚从胸前一丝一缕钻进鼻腔,眼泪不自觉涌了出来。 我低下脑袋,不想被她看见这副狼狈模样,还以为已经做好了心理建设就不会难过, 但现实却狠狠给了我一巴掌,不过幸好苏怀的注意力也不在我这里。 她拧着眉头,言语之间带着自己都不曾察觉地担忧与宠溺。 现在的小孩真是越来越说不得了。 医院这么大,又是个路痴,不知道认不认的路,她修长的手指,无意识地在西装裤上抹萨。 这是她紧张时的小动作,以前我和她冷战时,她经常这样。 那时,她在怕我要和她分手,可现在呢,她又在怕什么? 她一点也没察觉我有什么不对,只时不时看向病房外面。 这一刻,我感觉似乎有什么东西在撕扯着我,几乎快把我撕成碎片。 结婚五年,恋爱五年。 十年的时光,再浓烈的感情也被磨成了水,激情褪去。 如今,我和苏怀比起爱人更像是亲人。 可我一直觉得,这恰恰才是爱情最美的样子。 早上准备好早餐后各自出门,下班回家为彼此带一只娇艳的鲜花。 晚上在月光下遛狗,在长椅上观星。 春天倒在草坪里相互依威,冬天像小老头,小老太太一样勾搂着围在火堆旁烤暖。 本以为我们会这样走到时间尽头。 还设想着以后要寻找一片安静,慢节奏的地方养老。 但在那个女孩出现的一刹那,我似乎看到了十年前那个热烈的苏怀。 她像是说上头了一般,嘴里絮絮叨叨着抱怨女孩,可神情里带着止不住的笑意。 你别和小孩一般见识,等我回去再收拾她。 她大学还没毕业,刚来实习也不知道什么人情事故,想到什么就说什么了。 不过直爽单纯也不是什么坏事,这些画像是一根根针戳在我的心上,虽不致命,但细细密密地疼让我几乎喘不上起来。 大学生就不懂人情事故了吗? 当年刚毕业,为了她的公司发展,我出入各种酒局宴会拉客户。 察言观色,左右逢源,这些事情没人叫过我,我也一个人坑坑巴巴地学。 一向滴酒不沾地,我生生喝出了胃溃疡,那时她很艰难,却总是笑着说感谢上天将我赐给了她。 至于刚才又需要什么人情事故,她活了二十多年难道还不知道在什么场合说什么话吗? 苏怀嘴里还在念叨着女孩有多么帅真,那一句一字都让我觉得浑身冰凉。 苏怀,我出声打断了她,她看向我的那一刻,脸上还挂着笑,可是我的腿断了,她在笑什么? 嗯,怎么了,你还没问过我身体怎么样呢? 我觉得我说话一定不太好听。物理意义上的不好听,车祸发生在偏僻路段,周围没什么人烟,连路过的车都很少。 我被压在车里,血液模糊住视线,驾驶位的司机已经陷入了昏迷,手机也被摔坏,开不了机。 那一刻,死亡犹如达摩克里斯之剑旋在头顶摇摇欲坠,求生的欲望在一瞬间达到顶点。 为了尽快获救,我用力按着头上的伤口,以撕心的疼痛换来清醒,然后扯着嗓子喊了近一个小时,才让过路人注意到深沟里的我们。 是因为这个原因,她脸色才会那么难看,对吧? 我,我,平日在谈判桌上沙发果决的她,难得地结巴了起来。 苏怀脸上出现了一瞬间的空白,我了半天,始终没得出一个结论。 巨大的无力感像一把从天而降的锤子把我砸得四分五裂。 所以,你也觉得我没事,不需要关心,不需要你费劲来一趟是吗? 我死死咬着嘴唇,几乎是用尽全力,才让眼眶里的眼泪没有掉下来。 大一时,我滴血糖晕倒,穿越半个城市,不顾自己的课业也要守在我身旁的人是她。 出去玩鬼屋被吓到后,连续给我打一个月电话讲睡前故事的人是她。 但现在,我刚做完手术,一句关心的话也没有的人还是她。 我不想听什么解释,我只想让她问问我疼不疼,有没有被吓到。 我想她帮我端杯水,为我带树化。 我只是想要和以前一样的爱。 长时间的自欺欺人,终究在那个女孩出现的第一刻,就碎成了渣渣。 其实从几个月前,苏怀经常抱手机莫名微笑开始, 我就知道她身边一定出现了一个不同寻常的人。 毕竟被她深切地爱过,怎么可能看不出动心的模样? 苏怀烦躁地揉了下自己的头发,顺手从衣兜里拿出打火机和烟。 啪哒,医院里不要抽烟,在她按下打火机的一瞬,我适时提醒。 她抽烟的习惯一直都有,但从不会在我面前抽。 我吸了一口气,似乎这样就能咽下所有的悲伤, 接着自虐般说出这句话。 刚才那个女孩是你的小三,苏怀抬眸,火焰在空中翻飞, 温暖的亮色却一点也感染不到那双漂亮的眼睛里。 她冷冷地盯着我,像是在看一个仇人。 林宇,别这么恶毒,毁了一个小姑娘对你一点好处也没有。 叮咚是我的秘书,我们之间清清白白, 这句话一瞬间刺激到了我的神经, 难以言喻的情绪眨眼间将我吞没。 我还是没有忍住嘶吼着质问,连嗓音都开始颤抖。 清清白白,清白到一张床上去了,我以前怎么没发现你还是个柳下慧呢? 苏怀,你让我觉得恶心,太恶心了,泪水瞬间模糊了视线, 那双熟悉的眉眼此时显得格外陌生。 在车祸中都没有感受到的绝望,这一刻全部体会得明明白白。 她冷着脸站起身,一点也不在乎我眼里的受伤,只是一步一步地走着。 修长的身形在阳光下格外耀眼,苏怀捡起了地上的西服, 背对着我用一种近乎绝情的语气说, 我和丁东只是上下属,没你脑子里那些龌龊的关系。 你也别没事找事,我生活里不可能只有你一个女人。 当然,如果你受不了,我们可以离婚,离婚两个字就这样轻飘飘地从她嘴里荡了出来, 落到我身上却像一座大山鸭的心脏生腾。 这两个字曾经对她来说有多重。 重到我只是开玩笑说分手, 都能让她心惊胆战地问我是不是她什么地方惹我生气了, 是不是她哪里做错了, 只要我说她都能改。 可是现在呢? 我攥着被子不声不响地流泪, 嘴里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可我知道她在等我的回应。 吃笑的声音悠悠传来, 脚步声一下下像是踩在我的心间, 黑压压的身影自上而下笼罩下来。 苏怀抬手帮我压了下被子, 公司还有事,我先走了, 反正我的卡在你手上, 自己叫个陪护吧。 下次别问这么没有意义的问题了, 说完她脚步匆匆离开, 一秒都不曾停留。 在她眼里, 我现在应该和那些在家庭里委曲求全的女人 没有任何差别吧。 她很确信我离不开她。 一年前, 我从公司彻底离开成为全职主妇。 我的生活来源要靠她, 我把公司运转也要靠她。 她了解我, 知道我的家庭和经济无法支撑, 我能洒脱离开。 我也了解她, 深情的时候, 恨不得把天上的星星都抱给你。 可论极无情, 谁也比不上她, 今天她能说出离婚二字, 就代表我一旦想打官司离婚, 她有百分百的把握, 让我净身出户。 可她不懂我, 我就是要独一无二, 永远纯洁的爱情。 我的情感洁癖不允许 我在这样的关系中苟延残喘, 所以就算是与死网破又能怎样。 我捂着胸口不断地深呼吸, 企图压下心脏传来的顿痛。 现在的我身上哪里有她的什么卡, 一场车祸几乎带走了所有, 如果不是我最好的闺蜜连夜开车过来, 我连手术费都不知道去哪里凑。 我一边流泪, 一边从枕头底下拿出情愿带给我的备用机。 他们出去了, 你跟的时候小心一点, 我办事你放心, 那孙子敢出轨, 我指定卸他一条腿, 先别动手, 情愿带回了我意料之中的东西。 视频里女孩使着小杏子, 抱着胳膊气呼呼地转过身体。 苏怀嘴角擒着笑哄她, 见她不理自己, 就从身后戳上她的脸颊。 这一下惹得女孩直接上手打她, 揪着她的脸向两边扯, 和一对打情骂俏的小情侣没差。 我想起以前, 她也喜欢这么逗我。 不同的是, 我远没有视频里的女孩鲜活, 死气沉沉的我, 只会羞红了脸拍下她的手说, 别这样, 周围有人, 而她则是装作听不懂, 懵懵懂懂地凑近我耳边。 那没人的时候就可以这样了吗? 在我生气的前一秒, 她又会蹦蹦跳跳地跑开, 一边跑一边在人群中喊, 林宇, 之前是我追你, 现在轮到你追我了。 她从来不顾及周围人的目光, 像一个太阳, 只管去照耀别人。 所以, 在我灰暗的人生中, 她是那一束光。 就在我陷入回忆之时, 秦愿突然伸手抽走手机, 手脚慌张地给我擦眼泪。 哎呀, 宝, 你别哭啊, 不值得不值得, 不要为那个渣男哭, 又哭, 我还真是没出息。 苏怀呀苏怀, 如果早知道结局是这样, 我宁愿我们从来没有认识过。 按照苏怀的话来说, 她在十八岁那个出狱的夜晚, 就对我一见钟情了。 可在我的记忆里, 那是我人生中最狼狈的一个晚上, 暴雨和狂风一道而来。 我就是顶着这样的天气冲出家门, 翻找着一个个垃圾桶, 草丛, 企图找到被我记妹不知扔到哪里去的长命锁。 那是我母亲唯一留给我的遗物。 周围人来人往, 雨声, 车鸣声, 脚步声嘈杂, 他们都有归处。 只有我漫无目的地到处游走, 唯一注意到我的只有苏怀。 在我近乎绝望的时候, 她从我身后过来, 把那件宽大的卫衣外套裹到我身上, 唯一的伞也塞进我手里。 至于她自己, 则是站在雨里露出开怀的笑容说, 不用谢, 那是我在经历过母亲去世, 后妈厌恶, 亲爹末世, 校园霸凌后唯一的温暖。 我哭红了一双眼睛, 却还是对秦苑挤出一个勉强的笑容说, 放心, 我没事, 她抿了抿嘴唇, 犹豫了很久, 还是开口。 羽毛, 会不会是你想多了? 其实就苏怀那个性格, 说不定就是个普通朋友。 我拽着手里的纸团, 说实话她会有这个想法, 我一点也不意外。 苏怀和我谈恋爱的过程中, 付出了她所能付出的一切, 轰轰烈烈, 也不过如此。 而且在所有人眼中, 苏怀张扬四溢, 做事大胆, 以至于大家都忽略了她的粗中有戏。 我现在脑袋很乱, 但过往那些依旧清晰地浮现在脑海。 你还记得, 以前一个女生喝醉了说晕车, 要坐苏怀的副驾? 她说什么吗? 当然记得呀, 那个闲眼包说, 她的副驾如果不是姓林明宇, 姓别女, 身高167, 身份证号XX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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X的人做都会喝水色牙, 放屁窜息, 就因为这件事, 勤愿说话的声音越来越小。 就因为这件事情, 所有人都记住了我的身份证号。 我想她应该记起来苏怀和我在一起时, 对女生退避三舍的样子了。 她从来不是一个没有边界感的人, 相反, 她太清楚什么是边界感了, 勤愿小心翼翼地抬眼看向我。 那, 你现在想怎么办? 怎么办? 除了离婚我想不到第二条路, 但不是现在。 成年人的世界不是童话, 现实的生活就是柴米油盐。 我总不能让一段失败的感情扒掉一层皮, 让自己的努力给别人做了嫁衣。 直到出院为止, 都再也没有见过那个女孩。 仿佛那天出现的一切都只是我的幻觉。 住院这段时间里, 我很容易回想起以前的事。 在对比现在, 这才惊觉在不知不觉中, 所有的人, 是, 雾已经变了这么多。 以前, 苏怀回家总是带着一朵花, 她每次都要亲自递到我手里, 还黏着我要夸奖, 要亲亲。 现在, 她只会通知我一声, 花放在桌上了。 以前, 她总是和我形影不离, 在别人笑我们是连体婴的时候, 她反而把我抱得更紧, 像是炫耀一般说, 这是我的宝贝, 我当然要守好了。 可现在, 我和她几乎不会共同出现在家以外的任何地方。 以前, 我们对彼此有着百分百的信任, 而现在, 我听着浴室里的水声。 想了半天, 也想不起来, 她洗澡带手机的习惯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我拄着拐杖去了客厅, 拿起放在茶几上的平板, 不知道是她忘记了, 还是她觉得我忘记了。 苏怀的微信常年登陆在平板上。 秦苑这段时间跟着苏怀, 愣是没拍到足以当作证据的照片, 我只能看看从这里有没有什么突破。 这是我第一次查她的微信, 原本以为会费一番功夫, 却不成想一切都这样轻易地出现在我面前。 用不着一个一个番, 她制定第一个就是蠢蛋秘书。 第二个是世上超级无敌美丽漂亮的宝贝老婆。 我刻意忽略掉那个长长的昵称, 点进他们的聊天框, 可越往下翻, 我的脸就越苍白一分。 就算我已经接受了现实, 可看着这些酸涩如洪水一般把我淹没。 苏怀把十年前的自己放在了这里。 他说, 你是这世界上唯一能与我同贫的人, 和你在一起的光阴都不算是虚度。 如果再来一次, 我想早一点遇见你, 可是当初明明是他先动情的, 也是他想要和我在一起的。 就在我住院的这段时间里, 苏怀依然和他聊着天。 有时是凌晨一两点, 有时是他固定的午休时间。 他们聊音乐, 聊电影, 聊书籍, 分享着彼此的生活。 小到一只蚂蚁, 一片云朵他们都能聊上很久。 明明是上下属的关系, 却一句工作的事都没提过。 眼泪阴晕在眼眶里, 然后低下狠狠砸向屏幕。 我捂着嘴, 控制着不要哭出声, 牙齿之间咯咯作响的声音, 连自己都害怕牙, 会不会真的被咬碎。 手指还在艰难地翻着记录, 直到看见那个熟悉的日期时, 我愣了一下。 对面的人说, 昨天我挂了你老婆所有的电话, 你不会怪我吧? 苏怀说, 没事, 你最重要。 看着这句话, 我才知道, 人难过到极致的时候, 连哭都是一种奢望。 五年前他的妈妈去世, 第二天他爸爸就带着所谓的后妈 和比他只小一岁的弟弟进门。 骄傲如他, 一气之下和他爸断绝了父子关系。 深秋里, 他只穿着一件单薄的T恤 就离开生活多年的家。 当天晚上, 苏怀跑到我家楼下, 却第一次没有敲响我家房门。 如果不是我去丢垃圾, 也看不见 缩在角落里 像一条流浪狗似的他。 苏怀见到我, 先是一愣, 接着挤出一个 比哭还难看的笑容说, 宝宝, 我没有家了, 我抱着他, 看着他眼圈红红的样子 只觉得心都要碎了。 于是, 在那种情况下, 我对他说, 我们结婚吧, 我给你一个家, 苏怀我说, 他窝在我的怀里没有抬头, 没有说话。 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 就在我以为他不愿意时, 脖梗处传来点点湿润与温热。 苏怀的眼泪很烫, 手臂还着我很紧。 他闷闷地对我说, 以后你就是我生命中最重要的人, 没有之一, 我麻木地浏览完所有的记录, 心脏仿佛都跟着一起停止跳动了一般。 苏怀说他早就厌倦了和我在一起平淡无波的生活, 感觉像是提前进入了七老八十的状态。 所以在我未结婚五周年, 也就是我车祸那天而专门去寺庙里给他求偿生服的时候, 苏怀推掉了一个大客户的单子, 专门空出三天时间要为丁东庆生。 一切都是这么凑巧。 我车祸那天, 我们结婚纪念日那天, 正好是丁东的生日。 他在三个选项中, 直接忽略了前两个。 我点进了丁东的朋友圈, 照片里苏怀被抹了满脸奶油, 却依然笑得看不见眼睛。 丁东戴着寿星帽, 手上满是奶油地趴在他背上。 看着那张照片, 我反而觉得自己才是第三者。 他们都一样的阳光, 一样的热烈。 而我, 在我的生活里, 就算是明艳的玫瑰, 也要蒙上一层灰色。 他说, 人生是游乐场, 勇敢的人先享受世界。 他说, 新的一岁, 愿你且喜且乐, 且以永日, 同样的话, 同样的事, 同样的感情, 他毫不介意地分享给了另一个人。 在我越陷越深的时候, 苏怀不知何时开始悄无声息地抽离。 此时我也忍不住地开始思考, 是不是我哪里做得不对, 或是做得不够好, 才会导致现在的结果。 没等我想明白, 浴室里的水停了, 爱莫大于心思, 我暗蔑了想要质问的冲动, 只是静静将平板放在身侧。 他熟忍地走过来, 坐到我旁边的另一个沙发上。 头发上的水珠随着他的走动, 不慎掉在我的胳膊上, 冰凉透过皮肤直窜进心里。 你怎么来客厅了? 他瞥了眼我, 接着就把注意力转到手机上, 大姿的手都快要飞出残影。 我没有回答, 看着他沉浸的模样问, 你在和谁聊天? 客户, 他说这话的时候, 甚至手都没有慢一点, 语气里满是漫不经心的敷衍。 我缓缓侧过身, 翻开平板, 消息一条接着一条弹出来。 你好憋屈啊, 整天面对那么一张死人脸, 他是生来就不会笑吗? 温柔, 无趣的人都这样给自己找托词吗? 我苦笑了一下, 该说不说, 他这话确实没错。 我的生活, 人际关系简单到可以用四个字概括, 毫无新意。 从家里出门后的目的地只有一个, 超市。 能约的朋友也仅仅有秦苑一人。 至于父母和不存在, 没有两样。 我和尚停板, 语气是出奇的冷静。 苏怀, 我想和秦苑出去旅游几天, 换换心情。 好, 他多一个字都不愿意说。 我艰难地拄着拐杖离开。 这段关系的烂窗以沉默的方式粉饰太平, 大家装作平安无事, 似乎这样就可以当作什么都没有发生过。 我给秦苑开门的时候, 他像是做贼似的左看右看。 一会进了厨房, 一会又去了卫生间, 家里的卫室门被他全都打开检查了一遍后, 才放心地长舒了一口气。 我看他这样忍不住笑了出来。 放心, 苏怀梅在, 你就直接说吧, 秦苑坐到我旁边, 一副吃到大瓜的模样。 羽毛, 你肯定没法相信, 简直堪比狗血剧, 那个叮咚的经历, 复杂到, 让人头皮发麻。 他小时候, 他奶奶因为重男轻女把他妈逼走, 他爸喝酒, 赌博, 但在他七岁的时候, 找了个后妈, 生了个弟弟, 从此他不但要负责伺候一大家子人吃穿住, 还时不时要受他爸和他弟的家暴。 高中毕业后, 后妈嫌他爸没本事, 扔下孩子跑了, 他爸把他卖给了一个老单身汉收彩礼, 中间不知道他怎么逃了出来, 反正现在是来上学了。 他和苏怀是去年勾搭上的, 但在和苏怀好上之前, 他明面上谈了至少三十段恋爱, 最高难度的一次他同时谈八个人。 今年那女的要实习, 苏怀就直接安排在他身边了, 真够恶心的, 等我拍到他们俩的照片, 一定要寄给他学校。 我看他现在的样子是准备把苏怀培养成长期饭票了。 那个狗男人真是又蠢又傻逼, 找小三还要给自己戴一摞绿帽子, 说着, 秦苑兴奋的表情落寞了起来, 哎, 但苏怀还真是个老狐狸, 这么久我们一点把柄都抓不到, 找不到他们的开房记录, 转账记录, 也拿不到什么亲密照片, 虽然这个结果也早就料想到的, 但还是有些失望。 苏怀终归还是把一身的新颜子 用到了我的身上。 但让我没想到的是, 那天看起来如此自信张扬的女孩, 身世会如此复杂。 羽毛, 接下来要怎么办啊, 勤愿颓废地把脑袋靠在我肩膀上, 样子比自己被出轨还要难过。 我笑着和她说, 不是早就说了吗? 去旅游啊? 啊, 真的要去啊? 我以为你只是装作去旅游, 私下里去跟踪那对渣男贱女拿证据, 当然是真的, 我拿出我的平板, 把里面的旅游攻略打开。 这是我曾经和苏怀一起做的, 那时候公司处于创业阶段, 我们领了证就急匆匆投入工作, 连蜜月旅行都没有。 重压下的生活总要寻些甜头, 才能继续坚持, 所以我们总是忙里偷闲地去完善这份攻略, 幻想以后有时间了, 要去什么地方旅行。 最后攻略用了整整一年才完成, 里面不仅仅包含着对未来的期许, 还有少年时的我们对彼此最诚挚的爱意。 我看着上面苏怀画的卡通版的我, 心里五味杂陈, 情愿不知道这件事情, 拿过平板忍不住啊出了声。 这份攻略也太用心了吧, 你这是花了多少心思啊? 但是这么多地方, 要用不少时间吧, 你准备这段时间就不管那两人了吗? 我估计大概需要三个月的时间吧。 而且谁说我不管了, 他们每天干了什么, 这不是有人在给我直播吗? 我拿出手机, 点开微信, 一个名叫叮咚的好友申请赫然出现在上方。 头像还是他和苏怀的合照, 两人相拥的剪影, 在繁花盛开的夕阳下难舍难分。 我和他已经加了好友, 他约我出去见面, 我告诉了他等我回来之后吧, 情愿用一副吃了苍蝇式的表情接过手机。 他打开叮咚的朋友圈。 在他的记录里, 苏怀陪着他去了各种网红打卡地, 他们一起为了美食排过长队, 为了音乐挤进人山人海的演唱会。 只看朋友圈我就知道, 这个女孩生活一定是多姿多彩的, 怪不得苏怀会被他吸引。 秦苑随手翻了几页, 气冲冲地把手机扔到茶几上, 呸了一口。 恶心, 这两人都把左脸皮撕给右脸皮了吧, 一半厚脸皮, 一半不要脸。 小三和渣男还敢这么秀, 姑奶奶我迟早教他们做人, 赶在秦苑忍不住要去胖揍那两人一顿之前, 我拿着苏怀的付卡离开了这座城市。 我倒不是怕秦苑受到欺负, 她跆拳到黑带九段, 还从小学习格斗, 一般人还真不是她的对手。 她开着车, 我打开车窗, 公路上的风钻进来满满, 都是自由的气息。 看着逐渐远去的道路, 远去的城市, 终于明白了为什么陌生的城市 对受伤的人有着这么大的吸引力。 离开熟悉到闭着眼睛都能分清地接到, 在这里没有人认识那个满目疮痍的人。 住院期间, 苏怀的事被传了出去, 她反应很迅速, 立即给所有人解释了一番, 表示我们之间关系很好。 但人们只会在意有没有热闹可以看。 他们纷纷提着东西跑来病房里, 除了同情之外还有好奇, 八卦。 短暂的寒暄之后, 像是被安装了同样的程序一般, 所有人都会明理, 按理询问我究竟苏怀是不是真的出轨了。 现在摆脱了那些语言的牢笼, 身心舒畅了不少。 这里的人不会在意我经历了什么, 不会假意关心我的身体状况, 实则想要套出我的感情生活。 进入烟雨浅泉的江南, 我们在湖上泛舟, 看水墨青山, 登上世界屋脊的西藏, 感受自然的震撼。 每到一个地方, 我总是要拍下照片, 隔几天后再发到朋友圈里。 我的更新频率很快, 但比我更快的是叮咚。 一会是高级餐厅, 一会是湖边夜色, 但不变得是身边总有苏怀的存在。 我把每一条都点了赞, 唯独没有去和他说过半句话。 这段旅程用了两个半月的时间, 就完成了速通。 我的腿脚也在这段时间恢复如初, 还好身边有情愿地陪伴, 否则我一个人也不知道要怎么游历这大江南北。 我回来这件事没有通知任何人, 只是用秦苑的卡在酒店里开了半个月的房。 不知道当苏怀看到那些照片时心情如何, 是否会想起曾经一起奋斗的日子。 秦苑拉着我的手, 有些不放心。 我还是和你一起吧, 那脑残丸一万一对你动手怎么办? 我摇了摇头, 你放心吧, 不会有事的, 等一切结束之后我会去找你的。 他恋恋不舍地离开, 眼中满是不舍, 可是我没法留下他, 我也不知道自己能不能成功。 朋友圈里我依旧更新着之前拍的照片, 除此之外, 我还做着另一项工作。 我把每张照片里的我旁边都画上了苏怀的卡通人物, 并且打印了出来, 做成一份手杖。 原本薄薄的一本, 在我完成之后至少变厚了一倍。 由于我朋友圈依旧更新的照片, 苏怀和丁东依旧以为我在旅途之中, 所以我戴着运动帽和口罩, 默默跟着他们出入各种场合。 根据秦苑之前所说, 苏怀从来没有带着丁东出席过私人的饭局, 但现在丁东坐在卡座里, 亲密地挽着苏怀的胳膊, 依偎在他怀里。 苏怀嘴上和身边的人玩笑着, 大手把丁东那双小手紧紧裹着, 情到深处还不自觉地低头吻上了丁东的脑袋。 女孩羞涩地钻进她的怀里。 而我装作服务员, 就在不远处看着他们的一举一动, 指甲掐入了手心, 也没有一丝感觉。 看到这一幕, 我知道是我之前放出去苏怀出轨的传言起了作用。 丁东借着这股东风牢牢占据住了他身边人的位置。 旁边的人看到这一幕也只是会心一笑。 而在他们的交谈中, 我也终于了解到这些年苏怀眼中的我是什么样子。 一个大肚便便的男人一手搂着一个美女, 和他们调情的同时不忘对着苏怀说, 就咱们苏总现在这身价, 要我说早就应该这样了, 成天守着一个算怎么回事, 旁边的一个精干的年轻人不知是不知内情, 还是三观比较正常, 出声小小地反驳了下。 老肖你这话不对, 嫂子那可是正经名牌大学的高材生, 年轻的时候就是校花, 就现在那模样也是你我高攀不上的。 切, 不就是个本科毕业吗? 苏总您说句话, 我连博士都能给你找一个。 他们还在说着, 苏怀喝了口酒, 时不时发出一声轻笑, 也就算作是回应。 唯有我和丁东的脸色越来越差, 不同的是, 我是曾经一腔热血喂给了狗的恶心, 而它是一腔热血配不上狗的尴尬。 我当初成绩优异, 奖学金拿了个遍, 毕业也是满季, 本来可以直接保研, 但看到苏怀一个人打拼的艰辛我只觉得, 书什么时候都可以念, 但有些精力无法用价值衡量。 我依然放弃了难得的机会, 跑去和他创业, 可现在竟然成配不上他的人了。 果然心疼男人就是不幸地开始。 而丁东, 他所就读的是一所普通院校, 但我其实还是佩服他的。 他别为了有人能给他煮饭洗衣, 拒绝让他住校, 以至于他只能每天走一个多小时去上学。 哪怕高三开始上晚自习, 他也依然要赶着夜路回家。 在这种高强度的压迫下, 他已经做到了最好。 但现在听见别人只有博士的学历才能配得上苏怀, 心里怎么可能会不慌呢? 九过三巡后, 所有人散场, 和之前一样, 丁东把摇摇晃晃的苏怀送回了家, 可是上去不到十分钟他就离开了。 我目送着丁东的背影离开, 手机里留存的照片已经发完了, 我再也没有什么可以证明我还在旅途中的证据。 在他们俩的时间线里, 我出门的时间已经太久, 连丁东都忍不住给我发消息问我什么时候回来, 没有时间留给我桌奸了。 第二天, 我装作刚回来的样子发了朋友圈, 手里提着礼物去了一趟苏怀的公司。 看着高耸的大厦, 我像是看自己的孩子一般欣慰, 这里不单是苏怀的心血。 同样也是我的心血。 当初苏怀和他爸爸闹翻之后, 他爸爸就撤走了所有资金, 导致资金链断裂, 公司差点因此倒闭。 是我跪在我爸别墅门外一天一夜 才求着他来注资, 挽救了颓势。 当我踏入了公司大门, 之前的老员工见到我瞬间兴奋起来, 热情地向我问好, 比起苏怀的强硬冷漠, 曾经我和他们交流问题总是用最温柔的语气, 也从来没有骂过人。 而且我手下的员工大多都是我一手扶持起来的, 自然中心。 这也是我唯一感谢我爸的地方, 他身上的经商手段, 拉拢人心的手段被我学了个时辰时。 大家热切问好, 可当谈起苏怀的时候, 场子一下子冷了下来, 所有人都一脸尴尬。 大家你看看我, 我看看你, 一句话也说不出, 我低下眼角, 看来他们的事情已经是人尽皆知了。 在这尴尬的场面下, 苏怀的特助开口破冰, 说苏怀出去开会, 现在没在公司。 我笑了笑, 只说, 那我去他办公室等他, 不顾他的脸上的惊慌, 我闯进了苏怀的办公室, 一进门少女的气息迎面而来。 我愣住了, 从前黑白灰的装修风格, 现在却成了少女的房间。 沙发上放着各种公仔玩偶, 茶几上的杯子画着可爱的笑脸, 在墙壁的另一侧多了一个摆放手办的展示柜。 苏怀的特助知道一切都晚了。 只好装成个安纯站在门边, 心里默默给自己点了根蜡。 我一步步走向苏怀的办公桌, 他电脑旁边放着大中小三种型号的相框, 上面全是叮咚的笑脸。 曾经这里摆着我和他的合照, 有一次我身后那个助理不小心把照片打碎, 他气得要把人开了, 还是我去劝他留人。 照片而已, 我们人都在一起, 你想见我随时都可以。 现在这个助理跟了你三年, 最难的时候都没有离开, 就因为这个要开了人家, 也太说不过去了些。 姐,我僵硬着身体, 一个一个拉开抽屉, 可是什么都没有。 什么都没有, 我在这里像是不存在过, 没有留下一点痕迹。 乔允怡, 也就是苏怀的特助为难的开口。 姐, 您别找了, 那张照片, 已经, 已经被扔了, 我向后坐在苏怀的椅子上, 没人赶上前来劝我。 你们先出去吧, 我等他回来, 可我没等到他, 三十分钟后, 我从公司离开。 与来时的热闹相比, 此刻显得格外冷清, 不少人过来送我, 却都抿着嘴不知道该说些什么。 我戴上墨镜遮住通红的眼睛, 扯着笑容和他们说了再见。 苏怀晚上回来, 我坐在沙发上, 房间里关于我的东西, 已经全部清了出去, 只剩下了我和我身边的这本手账。 但苏怀并没有察觉到这些, 他不以为意地和我打了声招呼, 就要进卧室换衣服。 我又悠然开口, 苏怀, 我们离婚吧, 他像是被定在了原地, 过了半晌, 才转过头, 上下审视着我。 之前在医院的时候怎么不说, 出去了一趟, 搭上了哪条线让你翅膀硬了? 离婚可以, 但我能给你的财产只有这套房。 他走过来, 随手扯散脖子上的领带, 解开袖口向后倚靠在沙发上。 桃花眼微微眯起, 这是上位者的姿态。 我扯出一个苦笑, 手指抹撒着手杖风体。 苏怀, 我什么都不要。 这段关系殷勤而起, 我们见证了彼此最美好的模样, 现在我也不想和你撕破脸皮, 成一对怨偶, 说着眼泪从眼角滑落, 我眼含清泪, 笑着抬眸望向他。 苏怀, 你还记得那份旅游攻略吗? 我替二十三岁的我们去过了。 这本手杖是送给五年前的苏怀的, 麻烦你转交给他, 说完我把手杖放在了茶几上, 独自捂着嘴巴离开。 苏怀没有出生, 更没有追上来, 只是第二天收到了 他发给我的离婚协议书。 财产分配如我所料, 他将自己十分之一的资产给了我, 都是些不动产和现金, 并没有一点公司的股票。 另外, 他还发了一句, 给你最后一个机会, 现在后悔还来得及, 我告诉他, 不必了, 我们在手机上商量好了离婚日期, 但这天发生了另一件事搅乱了计划。 网上突然出现了一个关于向陈集团总裁苏怀的出轨热搜。 那篇文章梳理了完整的时间线, 把他和丁东什么时候在一起, 以及二人亲密的照片全部发了出来。 虽然没有实质的桌奸证据, 但这些也足以说明二人关系的不同。 商界新贵, 十年恋情, 小三插足, 再加上我们的颜值都不算低, 这件事瞬间引起了热议。 这长达三十页的内容里, 除了小三瓜以外, 还讲了我是舍弃了什么样的前途走向了苏怀, 又为了她的创业梦做出了什么牺牲。 我拿着白酒对瓶吹的照片被大家传来传去。 有人感慨, 如果我这辈子有一个这样的美女姐姐为我做到这种程度, 我把命都给她。 也有人说, 原来长得漂亮, 付出了这么多, 也得不到爱。 所以被爱的条件是什么呢? 除了照片, 还有一段还有医院里的监控视频, 上面显示苏怀带着小三来大摇大摆进了病房。 可她进去不过几分钟, 就扔下骨折家脑震荡地, 我匆匆离开。 视频里还不忘注明, 我是为了给她去求偿生福财, 遭遇了车祸。 苏怀做的是零食行业, 前几年搭上互联网的快车, 包装成了网红零食。 现在他们把价格定得越来越贵, 量却越来越少, 网上本来就有不少吐槽的声音, 如今这件事情一出来更是群情激愤, 不少人为此甚至要抵制像陈集团的产品。 同时网友也积极操心我, 让我尽快离婚, 远离出轨难。 苏怀给我打来电话的时候, 手机界面还停留在和秦苑的聊天界面上。 羽毛, 你这波太溜了, 被全网骂是他俩作恶多端活该的, 我接起电话, 对面传来乔允仪的声音。 姐, 苏总让您来公司一趟, 说完这句话后, 她又用极小的声音说, 姐, 能别来就别来了, 我眉头一跳, 苏怀性格暴躁, 以前我在旁边劝着, 现在不知道能闹成什么样。 正准备硬承下来时, 电话另一头传来东西砸碎的声音。 乔允仪发出一声嫩哼, 接着手机像是掉在了地上, 苏怀暴怒着吼叫, 让她快点滚过来, 哥哥别生气了, 乔哥和林姐关系好, 可能是怕你对林姐撒气吧。 她之前在入职培训的时候老说林姐有多好, 叮咚在旁边一个进拱火, 我不用去都知道, 苏怀现在一定像一头发怒的狮子盯着乔允仪。 于是我连忙在手机这头以最大的声音喊, 够了, 我马上过去, 有事等我去了再说, 半个小时的路程被我压缩成二十多分钟。 我到的时候就看见乔允仪站在门口给我识眼色, 让我离开, 而且额头上青了大一块。 而我忽略了她的眼神, 这件事是我把她连累进来的, 再怎么说, 我也要给她讨个公道。 推开办公室的门, 迎面就是一脚向我肚子踹来。 我躲闪不及, 顿痛从小腹传来, 眼前场景变幻, 我整个人飞出去了至少三米。 这一层里没什么人, 员工都被放了架, 乔允仪急忙上来扶我, 顺便还拦住了气势汹汹想过来, 对我挥拳头的苏怀。 我躺在地上捂着肚子, 如果说以前只是失望, 这一刻我彻底恨上了苏怀, 恨不得将她撕成碎片。 她知道我最讨厌家暴这件事, 因为我的妈妈就是因为 我爸的家暴才跳了河。 她面目猙獰地说, 你怎么这么贱, 为了那点钱你准备毁了我是吗? 这么想要钱, 等你死了我全烧给你。 你果然和你爸说的一样, 你和你妈都是神经病, 叮咚在她身后勾起一个胜利者的笑容。 嘴唇微动, 用口形说, 谢谢你, 精神病, 我忍住冲上去要和他们拼命地冲动, 心里不断说不要急, 现在不是撕破脸的时候。 我要等, 我会让他们俩一败涂地, 成两条人人喊打的落水狗。 那天苏怀以威胁我的方式, 用我的手机注册账号, 向网友公布了离婚协议书和离婚证。 不过好的一点是, 他为了面子上过得去, 将自己手下百分之二十的股票交给了我。 也算是回应网友说我为公司付出了那么多, 却一点好处没有的骂声。 他如今身价上亿, 除开股票。 他分给我那十分之一的财产, 在大众眼里是很多。 这份声明一出, 我爸打来了电话劈头盖脸, 就是一顿骂。 愿我连个男人都留不住。 我轻笑了一下, 苏怀和他爸割席的时候, 不知道是谁第一时间 把苏怀曾经送的礼物 全扔进了垃圾桶。 等他骂累了, 我才缓缓开口。 爸, 苏怀现在的身价连你都望尘莫及, 他身边年轻, 漂亮优秀的女孩那么多, 我凭什么留得住他? 他长得好, 能力强, 就连昌盛集团的千金科又都给他抛了橄榄枝。 这次离婚就是因为他已经想好了要和科家联姻。 科家也说了, 只要他们结婚昌盛集团15%的股票都要给科又当嫁妆, 我爸在另一头安静了下来。 昌盛集团是这里的龙头企业, 如果能搭上这条船, 就足以保证日后的荣华富贵。 几个月前, 苏怀却时常进出昌盛集团谈合作, 外面也传过他和科又的八卦。 但是我知道那都是假的, 科又这个人我见过, 他爱的只有他的事业。 不过不论真假, 现在我们离婚, 他那边肯定收到了苏怀要撤资的消息。 我爸的中小型企业经不起这样的折腾, 他一声不吭挂断了电话。 晚上的时候, 我爸的秘书送来了股权转让书。 他说, 商人重力, 苏怀能分给你这么多财产, 说明和你还是有感情的, 人活一世。 钱是赚不完的, 还是要珍惜眼前人。 我现在也老了, 把公司交给你我也放心, 你和苏怀再好好谈谈。 夫妻之间没有什么过不去的坎。 离婚还可以再复婚, 你们已经走了这么远, 为这点事情就离开太可惜了。 这一段话说得诚恳, 如果不是我知道他当年为了逼我妈服从他, 到处搅乱我妈的工作, 还整整一年不给他生活费的事还就真信了。 那时我和我妈几乎是靠着乞讨过活, 现在想起都满是心酸。 我利落地签了字, 心里清楚这是那份离婚协议起的作用。 在他眼中苏怀能分这么多钱, 就说明了他有情有义。 如果是他的话, 一定会让女方净身出户, 带不走一毛钱。 但复婚这件事, 肯定是不会顺他的意了。 没过几天, 离婚协议让大家以为我和苏怀是和平分手, 也没有出轨这回事后, 苏怀找的公关团队开始发力。 他们大肆宣扬这段关系是如何被我给亲手毁了。 在他们的描述中, 我是一个情绪极不稳定的疯子, 借着为苏怀做了些事总是对他非打极骂。 我曾经的就诊单倍报了出来, 躁郁症、抑郁症、焦虑症, 多可笑啊, 当初还是他陪着我去治病的。 现在反而成了说明我不适合婚姻的证据。 他们说苏怀对我已经是仁至义尽。 我冷眼看着苏怀的各种骚操作, 明白是时候了。 在网上风评渐渐开始反转时, 乔允一发了一段足以震碎所有人三观的视频。 就是那天我被苏怀踹了一脚的视频。 他当晚就开了直播, 身边还坐着一个我。 评论如流水滑过, 我没有细看, 只静静讲起了过去。 这是我第一次将自己的伤疤展示出来。 连秦苑都在摄像机后面听得泪眼朦胧。 他知道我原生家庭有问题, 但没想过我经历的远比他想象得多得多。 到了视频的最后, 我微笑着对网友说, 我确实有病, 但我没有以此伤害过任何人。 直播结束, 我这才打开了刚才差点被撞碎的门。 苏怀颓废地坐在地上, 手里的手机是直播结束的画面, 整个人散发着丧气。 他没有看我, 艰难地扶着墙站起来, 压着嗓子说, 林宇,或许是我对不起你, 是我背信弃义, 可你一定要把我打入死地吗? 难道你真的觉得走到现在全是我的错? 他前一句我还勉强能理解, 后一句我却完全不懂他在说什么。 所以我做错了什么? 我不该为你放弃宝言的机会, 还是不该为你给我霸下跪求投资。 苏怀张了张嘴, 想不出反驳的话, 我接着说, 苏怀, 我理解你, 你年少成功, 几乎算得上是白手起家, 在这个年龄做到如此成就的人寥寥无几。 所以你觉得你是不一样的。 你应该享受世界上最美好的一切, 你觉得自己配得上更好的女性, 不, 应该是说更多的女性。 在你眼里, 妻子不过是一个装点你成功人生的花瓶, 家里红旗不道, 外面彩旗飘飘是你应得的。 这就是为什么你不怕和我离婚, 却也不主动和我离婚的原因。 同样, 这也是你为什么表现得那么喜欢叮咚, 却连一个小三的名头都不愿意给她的原因。 女人, 对你来说不过是可以替代的性别, 说着, 我看像躲在一旁的叮咚。 她应该现在都还没有明白, 当她以身体换取金钱的时候, 那些男人也把她只当作一个玩物。 在男人眼里, 这是一场利益交换, 大家各取所需罢了。 还有, 苏怀, 我如果真的想要彻底毁了你, 我就不会是只放出那段视频。 你应该知道我去过公司了吧, 那天离开的时候, 我进了一趟厕所, 也拍到了些东西, 刘海遮住了她的眼睛, 但我能感受到她的震惊。 也就是在那天, 我终于知道了为什么他们不开房的原因。 苏怀不是傻子, 她腥红的眼睛终于抬了起来, 看着我。 你还想要什么? 公司, 紧接着我补充道, 我手里还有你偷税漏税的证据, 如果不愿意, 那就只能你死, 我活了。 这一刻, 她明白自己输的彻底。 她没有选择的权利, 只要我这些证据交出去, 她面对的就是牢狱之灾。 所以只能点头, 另一边的丁东再也支撑不住, 东的一下跪坐在地上。 一个月后, 我成了向陈集团的新任总裁。 苏怀的名声彻底臭了, 离职后没有任何一家公司要她。 丁东也因此被学校退学, 连毕业证都没有拿到。 我爸曾打电话来为他的同类苏怀找场子, 妄想让我交出手里的权利。 有时候男人还挺天真的, 以为女人永远只会是弱势, 他们说什么, 我们就要听什么。 爸, 有这个时间还是多操心下自己吧, 账户里那点钱省着点花。 我可没准备您的养老钱, 放下手机后, 一切灰暗都在晨光下消散。 过去终将过去, 而我重新向前走去。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